半顆高麗菜147元 四分之一顆西瓜就要240塊 婆媽趁颱風還沒登陸到農會買蔬果 只是這價格似乎有點貴 難道是颱風帶來的預期心理 讓價格也跟著飆漲嗎 跟颱風前一樣差不多 半顆100多塊你會不會買 跟颱風沒關係 定價也沒改變 過去大眾認為農會就是高CP值 但台東成功震農會價格 卻讓部分婆媽難下手 像是捷丑白菜100克10.5元 換算下來每公斤105塊 但批發市場的包心白 本週預估零售價每公斤只要32元 而高麗菜跟附近的攤商比一比 25塊 可能要明天吧 農會高麗菜換算下來一斤72塊 的確比附近攤商貴上不少 另外每公斤也要120塊 跟批發市場預估的 甘嵐初秋零售價也貴了一倍 但農會含冤說禁戶成本加上人工處理 價格也會有所攀升 它的那個梗也全部都把它弄掉了 然後外面全部都把它吃掉了 直接拆 直接切就可以吃了 都整理好了回家直接吃就行 而西瓜價格100克8.5元 附近市場批發價每斤36塊 農會競價40元 換算下來100公克6.7元 售價請多1.8塊 農會也說沒接到客人 反映說價格太貴 進貨一斤就是大概要40幾塊啊 應該是需求量大於供給量的問題吧 市場機制決定價格 畢竟都有經過人力整理 成本也跟著升高 自然也反映在售價上 TVBS新聞 亮男 劉錦元 家庭 台東常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